我在这个苹果家庭里面看 卧室的当前湿度是44 然后当前温度是31 大家好 这里是IT Commander 我们这一期节目呢 还继续玩这个小米的蓝牙的温湿度传感器 这个传感器呢 之前我给大家介绍过 非常的便宜 我是13块9包邮到手的 然后别的网友呢 好像还有9块9包邮到手的时候 我虽然没买到最便宜吧 但是已经很便宜了 所以我买了两个 我的房间呢 只有卧室和客厅 我一个地方放了一个 我前面有一期节目 是给大家介绍 如何把它接入到我们的Home Assistant 当时那期节目呢 是用这个SOS 或者是SIO内置的蓝牙 也就是说你装这个软件的时候 装我们Home Assistant 这个软件的时候 主机本身的蓝牙硬件 主机本身的蓝牙硬件呢 是可以用来搜寻这个 我们的小米温湿度传感器的数据的 然后我们看啊 我这个上一期节目 前两期介绍这个 介绍的这个 有一篇文章 然后呢 文章上面介绍了一下 如何 如何去配置 内置的蓝牙 去追踪 我们这个传感器的数据 有些朋友呢 他没有 他没有这个条件 去使用内置的蓝牙设备 蓝牙硬件 比如说他的这个HASOS 或者是HASFO 装在了虚拟机里 或者是他的蓝牙 装在某一些硬件里面 他没有驱动 或者是有一些条件不方便 比如说他在某一个某些位置 用这个蓝牙设备不方便 他信号屏蔽很大呀 或者怎样 那我们就可以利用 ESPHOME 刷新到这个ESP32里面 用ESP32这个芯片 用ESP32这个芯片里面 自带的蓝牙 这样就会方便许多 然后蓝牙的数据呢 由他来处理 最后通过WiFi的传回 传回到我们的Home Assistant 我之前呢 有一期节目是用这个ESP32里的蓝牙 来追踪我的小米手环6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小米手环6这期视频 也是用这个ESP32来实现的 现在呢 我用它已经追踪了家里 所有有手环的人 这样呢 谁在家 谁不在家 或者谁在哪个房间 信号强度不一样 我都会知道 大概它在什么位置 我觉得这个芯片呢 比我之前用的那块 Node MCU Node MCU是比较好用的 所以我把Node MCU之前 上面的一个人体传感器 还有一个光照传感器 我都已经转移到这块 ESP32上 这样以前那个Node MCU 用的就可以退休了 然后这一期节目呢 我就来介绍一下 如果你装这个Home Assistant的硬件里面 没有蓝牙 如何通过这个ESP32来取得这个小米 温湿度传感器的数据 并且显示到你的苹果家庭里 就像我们现在这样 我在这个苹果家庭里面看 卧室的当前湿度是 44 然后当前温度是31度 这个温湿度传感器 数据呢 同步有些慢 它呢 一般是正常的情况下 是10分钟才发一次数据 发一次蓝牙广播 然后蓝牙广播 听过它收到之后 才会传到Home Assist 但是在这10分钟之间呢 它温度是有变化的 这个变化呢 是不会传过去的 当然无所谓了 我们对这个温湿度呢 也不会需要的那么灵敏 而且呢 它10分钟如果传一次的话 你的温度值或湿度值没有变化 它也是不会传的 它一共传三个值 一个是温度 一个是湿度 一个是电量 这三个值呢 都可以通过我们的Home Assistant 取回来 那么下面呢 我就跟大家演示一下 如何把它接入到我们的Home Assistant 首先我们看啊 我这个Home Assistant里 显示是这样的 客厅的小米温湿度 然后卧室的小米温湿度 我一共有两个 然后然后我们点一下 里面有历史数据啊 都是可以看到的 就像其他的温湿度传感器 是一样的 那么我们怎么来配置 这个ESP Home呢 这块ESP32呢 我们点这个左边的ESP Home 然后我们看啊 下面这块红的呢 已经离线了 红的这块已经离线了 是我之前那个Node MCU Node MCU呢 不支持蓝牙 所以我把上面的一些其他模块 全都转移到了ESP32上 我点一下编辑 给大家看一下我的配置 我大概粗略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i2C呢 这是 i2C传感器 是我之前介绍过 节目里介绍过的一个 光照传感器 我把光照传感器 也放到了这块芯片上 所以我把它配置在这里 然后呢 这是蓝牙 两个蓝牙手环 两个蓝牙手环追踪 然后这边呢 是这个 光照传感器 然后下面这两部分呢 就是 这两部分 就是我的两个 小米的温湿度了 那我们看 每一个小米温湿度传感器 下面有三个子项 一个是temperature 一个humity 一个是battery 大家注意 这边的名字呢 任何一个位置的名字呢 都要写英文 如果你需要显示成中文呢 你从这里边呢 是不可以改成中文的 如果你改成中文 会出一些问题 一些奇怪的问题 具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我亲身经历是这样的 如果你要是想把它改成中文 那我们可以从这里面改 比如说 你点开一个实体 点这右上角的编辑 在这里面 客厅温度 更新 这样呢 我们看这个 这个位置就变成了客厅温度 但是我们在ESPHOME里呢 还是保持它的名字是英文的 其实呢 这个传感器接入也是非常简单的 你们呢 可以参照我之前有一期视频 拿到 麦克地址 大家看 它主要是需要麦克地址 还有这个bin的key 我之前介绍这个 小米小米温度传感器 进入HOME C3的那期视频里面有 如何获取到麦克地址 还有bin的key 这两个呢 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获取到之后 把它对应的填进来 然后点击保存 点击保存之后 我们把这个压妙文件 正常的填写之后 我们点一下install 就可以了 如果你这块 ESP32之前是连接过的 我们直接点一下install 它就通过网络的形式 更新你的配置了 如果没有呢 大家还请参照我之前 小米那个温速度传感器的视频 来看一下如何给你的传感器通过串口 来刷新一下你的固件 好那这期节目 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要喜欢我的视频呢 不要忘记点赞 订阅转发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